不过来混打的时候呢 其实民众可能要看个仔细 如果说你担心会有这样状况发生 因为在过去一个礼拜 居然爆出了有三起打错疫苗 在丹安区有诊所12号 把23名民众的第二剂AZ打成莫德纳 强迫混打 而内部区有诊所16号 把流感疫苗打成了莫德纳 到了18号松山区呢 是把打过第一剂BNT的民众流感疫苗 又打成了AZ 那么现在呢 蔡兵坤就表示说 在上午召开的会议讨论 在第15轮的疫苗 因为现在有三种疫苗 也担心会有这样状况发生 所以会秉持的同一时段 来接种同一种疫苗 但是面对现在三家诊所 现在医院呢 是停止接种服务 并且要求要来开罚 会来处新台币5万块钱以上 25万元以下的罚还 而当中在松山区的部分 因为在18号出事之后 没有立即回报 所以要求要加重财罚 可以看到在这个混打的部分 好一周在台北市 爆出了三期打错疫苗的意外 好来看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公布新增的9例境外移入 当中有5个人是属于突破性的感染 其中一例是本土国籍20多岁女性 从美国返台 曾接种了两剂的AZ 以及一剂莫德纳 这是尊音消息 今天本土佳麟 但是有9例的境外移入 那